欢迎收看4月20号的早安新唐人 我是张麒麟 现在带您关心今天的天气情况 今天封面到来 北部天气转为阴天有短暂雨的天气 中南部地区云量增多 部分地区也会下雨 在气温方面 今天白天气温较高 但中午过后 东北风逐渐增强且可能下雨 北部气温稍微下降到23到31度 中南部地区则是25到32度 最近天气变化大 提醒大家外出要记得期待雨季 接着带您来看到国际媒体的重要信息 首先来看到美国纽约时报报导 美国销售军事武器 为阿阿博地区战火火上加油 继续是英国广播公司BBC的报导 地中海移民 船只翻覆 数百人恐离难 接着看到大纪元时报 纽约大都会版报导 全球股市震荡 道指大跌逾300点 接着看到大纪元时报 台湾版报导 法轮功学员声援 两亿华员退出中共 来看到日本朝日新闻报导 日美TPP部长级会谈 解决米汽车零件议题 草安新唐人 带您看到国际焦点 意大利西西里岛外海 一艘来自利比亚的难民船 18号深夜时翻覆 目前已有28元获救 但联合国估计船上将近700人 可能遭到二浪吞噬 这次事故疑似因为船上乘客 受到商船吸引 而过度集中一侧导致反复 欧盟表示这些移民者的生活 往往陷入困境 欧洲对他们而言 如同一个庇护天堂 罗马教宗方济哥 也呼吁国际拿出行动 不要再让悲剧发生 接着看到中国人民银行表示 将调降银行存款准备率 一个百分点 这项措施从今天开始生效 这是中国人民银行 今年第二次调降存款准备率 以促进放款 从各项数据显示 中国经济今年成长 持续趋缓 一般预料中国人会采降息动作 继续营造宽松条件 大陆人行宣布 大幅度调降存款准备率 台湾经管会主委曾明宗表示 大陆经济持续趋缓 相关风险必须注意 另外中国证监会上周也紧缩 融资融卷 不过台股因为外资持续汇入等因素 受影响应有限 后续需要持续观察 接着带领用100秒浏览重要的财经讯息 欧洲主要股市重挫 因投资人对希腊困境忧虑加深 以及涨多后脱离了结 卖牙出笼 美国国会两党达成跨党派协议 计划授予欧巴马快速通关权 以加速包划跨太平洋伙伴协定在内的贸易谈判 华街日报分析 每日联手加强经贸合作 要抑制中共对去重大的影响力 中国大陆将暂停实施银行业 资讯科技设备的采购新规 原本这项规定 会排除许多外商软硬的公司 美国官方和企业界 曾为此多次与大陆政府抗议与交涉 住宅交易动能疲弱 年代商用不动产也表现欠佳 今年第一季 亿元以上商用不动产交易金额 仅84.9亿元 较上期量萎缩62.5% 凸显出房市惨况 新唐亚克电视终于报道 再来看到芬兰19号举行国会大选 原来的反对党中间党大获全胜 53岁的党魁科技业百万富翁习皮拉 才刚刚挑战政坛 就变成芬兰下一届总理 芬兰连续三年经济衰退 债务水准接近欧盟规定的上限 因为诺基亚带动的手机业衰弱 官方估计失业率高达13.4% 这也被认为是选举结果的主因 镜头转回台湾 再来看到2016总统选举 国民党提名作业今天开始零表 目前党内只有立法院副院长洪秀柱表态参选 另外国民党主席朱立伦 立法院长王金平 副总统吴敦义等人动向仍备受瞩目 虽然朱立伦日前明确表示不会选 但外界认为还有变数 迎战2016在民进党部分 党主席蔡英文昨天拜访桃园和新竹 蔡英文说总干事一定会比副首先公布 而且必须要有三头六臂 正式被提名为总统参选人后 民进党主席蔡英文 持续展开各县市行脚拜会行程 来到人口最多的桃园市 市长郑文灿送上各家大佬 钟兆正的亲笔信 还有钟兆正媳妇 各家事务局长蒋洁安 亲手秀制的拼布包 蔡英文说与郑文灿会面 最主要希望了解桃园的发展项目 与地方政府正在做的项目 后来如果执政 中央可以在资源政策规划的 整合上提供助力 那因为我们地方政府 是站在跟人民接触的第一线 所以我们觉得地方的政府 应该是最了解在地 人民的需求的地方 所以我们来请益 至于先前说过 副手人选还不急着公布 但竞选总干事 蔡英文先开出条件 三头六臂 什么事情都可以解决 所有的人都可以 把它结合起来发挥最大的力量 总干事要比副总统先出来 那这个事情呢 我们会在适当的时候 对社会来宣布 紧接着蔡英文前往新竹 拜会市长林志坚 并参观与总统府外观雷同的历史建筑 新竹周厅 林志坚说 这是象征要前进总统府 预祝明年总统大选 旗开得胜 新唐亚太电视 桃园新竹综合报导 近来许多国际大厂 都投入电动车领域 谢谢早安新唐人 我们带你到美国加州 看看会跟踪太阳的 电动车充电站 Lofa Coffee 层层把关完美坚持 百分百纯天然研磨咖啡 无添加剩咖啡豆萃取物 富含高浓度绿原酸 喝对咖啡保有健康 多种选择满足不同需求 极致享受尽在Lofa 喝的极品 Lofa Coffee Lofa Coffee 科技集团 追求机制 领航全球 台湾首部荣获美国休士顿 国际影展儿童节目金奖 新唐人原创动画 天庭小子小乾坤 专为现代孩子定作的戏剧故事 巧妙融入弟子规原文语意涵 孝顺 孝顺 有爱 负责 诚信 经典智慧灵活应用在生活中 陪伴小朋友快乐成长 我之前恐怕黑 我又 火火趣味开心看 潜移默化轻松学 天庭小子小乾坤 今年夏天全球首播 敬请期待 开心走向新世界 欢迎回来 台湾法轮功学员礼拜天 在凯达格兰大道总统府前集会 纪念中国法轮功学员425和平双访16年 并声援2亿人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 3000法轮功学员集会场面壮观 不少路客经过现场 纷纷拿起相机拍照 3000台湾法轮功学员凯道上练功 纪念425上访16周年 呼吁各界制止中共迫害法轮功 同时声援2亿中国人退出中共组织 包括台北市议员张茂南 投资中国受害台商理智掌高维邦 中国流亡作家袁洪斌与会 声援法轮功 中国民众持续不断的 退出中共的行动 是真实的粉碎了国际社会 对中共不切实际的幻想 中国人民的梦里面 没有中共 神州大陆开始迅速的 摆脱中共幽灵的部体 江山赴清零的日子 不远了 来自桃园的退党义工 打电话协助中国人士退党 10年来劝退不计其数 他分享近期接触中国法界人士 在弥摆法轮功遭迫害真相后 声明退出共产党的经过 从破坏开始我得法之后 那打电话到现在 这些公权法师的人 因为也接了很多这些海外电话 那所以说他们基本上 就是越来越明白 这些破坏真相 然后觉得就是说 这场破坏完全是违法违宪 集会地点紧临中正纪念堂 不少游览车路过 秋内路客看见法轮功巨型横幅 纷纷拿起手机紧贴车窗拍照 而一位来自中国大陆的民众 私下表示 对眼前景象感到非常诧异 因为与中共当局的宣传天差地远 他也说一定会将看到的事实 告诉亲友 他可能不敢去表达什么意见 可是他可以看到说 台湾你可以表达支持法轮功 外在的形式 他可能没有办法去 不敢去表现 可是内在一定是会有一些 深层的影响 其实我非常感激 看到这些人站在这里 非常感兴趣 看到他们在社会 非常平静 很重要的表演 十六年前中国法轮功学员中南海上访 争取信仰自由 却遭中共迫害至今 暴行从未间断 台湾法轮功学员走上海道和平集会 呼吁台湾与国际社会共同关注 制止中共残酷迫害 新唐人也对电视 卢天长柳姿营 台湾台语报道 接着关系 据日本独卖新闻报道 是在日本境内 连接中国的中纪伺服器 去年遭到駭客入侵 估计有506万名网过的顾客 个人资料被盗 当中包括知名的乐天网站和LINE 都受到影响 而台湾、韩国和美国的客户个资 也可能因此外泄 这是日本最大规模的网络个资失窃案 呼吁网购民众立即更改密码 不过LINE台湾分公司下午发表声明表示 经过与总公司查证 伺服器并未遭害 媒体引用的外电内容纯属意测 台湾乐天市场也表示 消费者个资没有外泄 但提醒民众定期更改密码 发席量遍及全球的平面媒体大纪元时报 因为敢于报导中国真实新闻而受到各界好评 日前大纪元台南办事处举办一场联谊会 许多遇会的企业家夸赞大纪元报导公正客观 传递良善的讯息 为社会提供正面能量 创报近15年大纪元时报在扮演媒体角色上秉持公正 客观价值受到社会企业青睐 媒体呢真的就是要有这一种的社会责任的担当 他必须要能够露出真实的 那甚至于是正面性的 我觉得大气园他给人心真的是一个很大的肯定的力量 我也觉得这就是媒体最该担负的一种样子 当我们看这份报纸的时候 就可以看到他传递正确的讯息 那自然让我们的言语跟行为就能够被感化成是正确的 大纪元时报内容除了重视品德教育 也长期关注精准预测中国政经局势发展 大纪元他在于品德品格的一个教育 包含让我们更深入的了解大陆这方面的一个 整个的一个状态的一个部分 我觉得这是一个不可或缺的一个在我们台湾的一股良心 在台湾媒体呢 特别对于中国新闻这一块的琢磨呢 自我设限的非常严重 大纪元本着公正客观的原则 因为详实的报导了中国的整个政经局势的发展 赢得了包括台商 包括两岸的商务人士 包括知识分子 包括对中国非常关心的这一群人 他们对于大纪元讯息的珍惜 这几句话很重要 叫做我们正在海边事件 大纪元时报准确而详实的报导 中国社会现况 成了两岸各地震商界及所有民众 掌握局势的最佳媒体 新唐人亚太电视石禁旺 台湾台南报导 4月15日 英国金融时报网站刊发了李克强 接受其总编巴伯的专访内容 但全文在半个月后才发表 引起外界注意 4月17日晚 云南中聚集团召开新闻发布会 证实该集团总裁兼董事长朱景图 以意外身亡 集团旗下的南亚之门项目 是以落马的时任昆明市委书记筹合所命名 日前中共央视主持人 毕福建凤茅事件又有新的进展 有消息称 毕福建已从央视辞职 不过尚未得到官方的相关证实 市调机构表示 中国大陆面板厂以32寸为主要产品 但目前只剩新兴市场还有商机 北美市场已被40至43寸取代 因此中国大陆面板厂已着手转型 生产其他更大尺寸电视面板 但技术良率都有待提升 新唐人亚在电视整理报道 许多国际大厂投入电动车领域 美国旧金山推出用阳光开车活动 投入超过百万台币 打造可以追踪太阳的电动车充电阵 来看我们就金山记者的报道 游加州圣地亚哥Invasion Solar公司制造的 重达11000磅的可移动式电动车充电阵 价值45000美元 运用高科技让太阳能光板可以跟踪太阳 这个充电站每天可以采集足够跑100英里的太阳光能 可供4到6辆电动车充电 City Car Share公司首席执行官Rick Hutchinson认为 这个充电站的好处是它的可移动性 而且安装简单方便 加州空气有40%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是来自于交通运输 新唐人记者韩宁 林修仁 旧金山采访报道 看好台湾年轻人潜力 海外网络大厂纷纷宣布招募计划 像是即时通讯软体LINE推出实习计划 台湾分公司总经理亲自到学校 向学生说明议员工待遇还说实行名额无上限 不愿错过优秀人才 那我们公司的每一个工作今年都开缺了 给实习生 LINE台湾分公司总经理亲自到场 介绍今年的实习计划 给讲听几乎爆满底下的学生 踊跃提问想好好把握实习机会 因为实习对上学院的学生蛮重要的 所以有实习的机会的话就会多来听听他 LINE是一间跟同学蛮贴近的公司 所以我想说来这边看看LINE有什么职缺 或许可以加入LINE 七个部门征财 那包括新加入的这个系统开发部 然后游戏事业部等等 那我们真的人数没有上限 那怕有遗住之汗 海外网路大厂积极在台抢人才 包括露气阿里巴巴猎爆移动都来台插旗 Google也提供免费课程工作没合的机会 近八成企业提供三万以上的底薪 而LINE只是提供实习机会 有机会加入LINE台湾团队 薪资待遇比照卷局员工 网路大厂纷纷提供用应看好台湾年轻人潜力 台湾的人才普遍的优势是弹性够速度快 能够真的掌握下一个LINE这样的机会的人 应该会是年轻人 所以我们把年轻人招募进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包括对我们公司的眼睛都一样 对其他公司也应该是如此 LINE在台湾拥有超过一千七百万用户 今年持续扩大台湾分公司规模 内部成立工权团队到大学招募实习生 在人力银行开出四十多项职缺 为未来在台湾业务拓展做准备 新台湾友的电视高纪文 商业提台湾台北采访报道 在大纪元网站上发表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 在本周已经超过两亿 全球各地都有声援活动 十九日澳大利亚部分 法轮功学员在雪梨的贝尔默尔公园举行集会 多位名誉人士社团代表和市议员在当天的集会上发言 支持三退的全民觉醒运动 南韩四月号传难半周年 罹难者加速 南韩社会对这起悲剧至今难以释怀 昨晚三千多名群众在光跨门以烛光追悼 不过却遭到当局以水柱驱离 根据英国每日邮报报道 来自Sleep Cycle全球使用者的数据显示 周三睡得最好 周日则最早起床 睡眠品质台湾台地期平均睡6.21小时 研究人员也发现南非民众最早起 尤其是周一 新唐亚太电视整理报道 4月18号 美国神韵纽约艺术团 在东京文化会馆的首场演出 反响热烈 日本主流人士抱以长时间的热力掌声 久久扑月离去 在老粉丝和新观众的热切期待中 美国神韵纽约艺术团 在东京的首场演出闪亮登场 高科技的动态天幕和演员们的精彩表演完美融合 令现场的观众大开眼界 位置惊叹 中国の伝統文化というのは 日本にも由来しているものも多くありますので そこは本当にいろいろつながるところとか 僕も心と心がつながっているところもありますので 僕の活動というものをより世界に発信できるように 協力させていただきます 実際に人間の方々が演技をしている中で 吸い込まれていったり いきなり表現して出てきたりということで 本当に素晴らしい 平成相互注視会社的二十几人 一起前来观看了演出 他们心情激动 对演出赞不绝口 非常感謝神韵 为他们带来这么精彩的演出 新唐人記者刘茂国 日本东京采访报道 台北大志弹争议 昨天市长柯文哲表示 远雄也可以提出他们的方案 更多新闻内容 下节早安新唐人 带您了解 陵山圣地落叶归根 慎中追缘 孝思无限 万丹山私立花园公墓 位居南投民间的明山净水 交通便利 是龙虎卧虎的风水宝地 拥抱自然美景 吸取陵山地气 致敬先贤长者 必因后世子孙 万丹山私立花园公墓 一 二 三 快 文 准 沉浸科技 掌握重复定位 2μm的精密度 是台湾制造定位制夹具的 尖端开发先锋 目前全世界只有四个国家 生产此定位夹具 唯有沉浸 能够成功相容其他各国产品 并拥有自行研发先进人员 台湾之光 家具首选 沉浸科技 消防员们仍在绝丽地灭火 所有的灾民都被转移到了一个新的地面 For a special umbrella march to encourage them to go on Russian soldiers cross the territory of Ukraine Goal of India's sanitation places 好莱坞的明星们参与了一场智军中午抵达台湾 明星期天抵达东京 目前香港全民抗争的天地开花 我最期望的是 这就没有状态 我们准备准备准备 真是 這是一個新的大巨蛋 要做新的工作 新的大巨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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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回來 接著帶您看到台北大巨蛋爭議 日前遠雄回應北市府提出的兩個解決方案說 一面牆也不會拆 昨天市長柯文哲表示 遠雄也可以提出他們的方案 今天早上台北市長柯文哲參加近山践行活動 被問到大巨蛋爭議 柯文哲表示 大概等遠雄想一下適當的時機 雙方再坐下來談 看這個要怎麼解決 我也覺得不是說一定要照我們的 遠雄也可以提出他的方案 前前安檢後北市府提出兩個方案 看要拆商場還是拆大巨蛋 遠雄說一面牆都不會拆 後來又說不會拆巨蛋或商場 但可以微調 我想是這樣 但是那個微調要調到什麼程度 如果他提出個方案 我們也是在模型再跑一遍 那看要怎麼解決 柯文哲同時表示 不會設定與遠雄談判的時間頂限 相信雙方討論一次兩次三次就可以找到平衡點 不需要讓台北市民煩惱太久 一個月就夠了 本來就是出價還價嘛 討價還價當中 所以找到一個說在安全上大家都可以接受的方案 那如果確定最後安全方案 最後再開始談這個權益金那些要怎麼處理 另外柯文哲前一天在凱達哥蘭學校演講時 說大巨蛋正義讓總統馬英九青年招牌破功 被府方要求拿出證據 柯文哲說 很快我想給連政委員會去處理 我想應該現在是四月嘛 應該一個月內他們應該 連政委員會對大巨蛋會有接案報告 新唐人亞太電視胡宗和張麒麟 台灣台北報導 香港金像獎頒獎昨天晚上出爐 大陸女演員趙薇和香港男影星劉青雲 分別獲得影后和影帝殊榮 台灣這次在演員的部分 只有黃飛鴻之英雄有夢的彭于晏入圍 角逐影帝大張 她說這次是抱著學習的心態而來 接著看到今天4月20號星期一 有哪些重要活動 上午立法院邀請入委會 外交部財政部首長報告亞投行 在南台灣部分 今天是第一次南高坪區域治理工作平台會議 市長陳菊 賴清德都會出席 另外經濟部今天公布今年3月份外銷訂單統計 在文創消息方面 今天北投捷運機場彩繪列車亮相 接著帶您看到4月20號的天氣預報 字幕提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音乐 以上就是今天的早安新唐元 感谢您的收看 再会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